宵夜時刻,零食時間 哇,我們的零食怎麼那麼綠啊 都是素食是吧 我們要先從哪裡開始吃? 好,這兩個呢,先 這兩個是我們在一個 薄芽買的 那來試吃給大家看 好的啊 那先吃這一個,這個是我完全沒有吃過的 把他給抱過來 哈哈 他因為還要參與我們的 零食時間 零食時間 阿哥已經睡覺了 對,還不睡 哦,這個是那個韓國的烏龜玉米脆餅 最近常常看到它 超市多也是這樣子一個 一大盒這樣,賣四百多塊很多耶 哦,他玉米很香耶 而且他裡面其實蠻多的 對啊,是滿的喔 不是從一半開 跟洋芋片比起來差很多 因為洋芋片都是打開都一半的 你知道嗎,他也要肉土化 超貴 哦,我知道了 金牛角 對 台灣的金牛角 可是要玉米味比較濃郁的金牛角 就是金牛角啊 對啊 多少錢65塊 有花65塊買個金牛角 對,而且金牛角還可以玩手指 這個 不行,但它是 它很特別,它是很多層的有沒有 它很多層 這它就是金牛角啊 它比金牛角酥 金牛角比較硬 對,它比較酥 而且,比金牛角還要 那個玉米味比較濃郁 我覺得還蠻帥氣的啦 我還是不是很懂 花65塊買了一包金牛角 幫大家試吃嗎 對呀 對呀 但我覺得,五湯應該蠻愛的 哦 小朋友應該蠻愛的 對 因為它很酥脆 這很好咬 因為 它不用咬 它用 那個 舌頭跟那個 喪惡這樣 欸 就破了 嗯 而且比較好就是 溶解在口裡 嗯 它口味 它比金牛角偏甜一點點 嗯 這一吃就知道它的口味是什麼 剛剛一聞到味道 我覺得它根本就是 金牛角吧 啊是 但 有刷廚一直想要拿著吃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 當回味吧 當舊主 它真的有點酸 那我們用它 兒子應該會喜歡吃 留給兒子 好 那就是 大哥 大哥 大哥來自於 泰國 這是來自韓國嗎 泰國 泰國 我們今天是國際零食日 國際零食日 國際零食日 這個 這個在泰國賣滿便宜的 在泰國都是賣一桶一桶的 嗯 好不好 大哥 那你買這多少錢 五十九 好像五十九 對對對 它是花生芥末豆 很愛吃芥末的人 這一款必買 因為它的花生很香脆之外 芥末味道很重 它的芥末味又很重 就我之前在泰國的時候啊 我就買一小口 在路上吃零食這樣子 然後我們是 我們是 那天 在門口結完帳之後 嗯 就進去 就進去買 哦 對對 我有點忘記 嗯 而且因為我們這個 那個大賣場是 嗯 各個的 只要來泰國都會來買的一個大賣場 很多觀光客 我直接看到有大賣場 就是直接觀光客 直接打開吃哦 你知道是哪裡人嗎 台外人 不是 哦 大陸人 是 所以我聽到他們就是 我直接吃 但是他們是買 他們是會結帳 會結帳 但是他覺得他想要 因為他可能他覺得他沒有吃過 然後想要 欸 覺得好吃 他再立馬再多加碼 所以有可能不好吃 他就把它 放回去嘛 我怎麼知道 大陸人 我怎麼知道 但他們就真的很 很over的 他們就是直接 現場開 開著是 我們還在賣場裡面 有啦 我想起來了 因為 為什麼 這可能是他們的習慣 之前 上海的Costco 是不是在開幕的時候 有人習慣 習慣先在賣場吃完 之前上海的Costco開幕的時候 就有 那種就是他們大陸人啊 就是 在那個不是有鮭魚握壽司嗎 一盒嘛 可能好像二十幾個嘛 對不對 他們是吃完放回去 對 直接當試吃這樣子 你拿太多玩具了 你太貪心了 對啊 然後呢 就剩六個放回去 那個很誇張欸 對啊 來 這個是必推啊 這個推 這個好吃 這很好吃 而且我覺得 像像那種台灣 日本的芥末丼啊 都很貴 一包可能都要一兩百塊 小包裝的 喔喔喔 你說那種專門的那種 對 日本的芥末丼 這什麼辣辣 辣辣 辣辣 這個是 哎呀 這個是法國的 笑牛 French 所以我小時候在吃的時候 都吃這個牌子的芥末 這是在那個 Costco買的 對 它很多盒 很多 喔 它是三盒 三盒 每一盒裡面有 四小盒 打拆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四小盒 是誰 而且它給你吃這個 它喜歡吃這個 它可以吃笑牛 這個 這裡面有四小盒 所以它整個一整盒裡面 總共有十二盒 這個 喔 一整大盒裡面有四小盒 四小盒裡面有四小盒 喔三小盒裡面四小盒 三大盒裡面有四小盒 來 哎唷 你最愛吃 它要沾起司 好它要沾起司 阿美也要一起吃啊 你 開心啊 得意啊 不要插在我身上 它想要拿餅乾投我 它想要拿餅乾投我 坐旁邊吃 這個 這個 這個裡面呢 有二四六八 八支的小餅乾 然後你可以去沾這個 這個 這個起司 然後呢 因為這個是我們 在那個 Costco 它剛好 直接剪一百塊 它是兩百七十五的東西 直接剪一百塊 他們想說那就買來看看 因為我們也沒有吃過 好吃 因為它這個啊 它其實這個起司啊 它就是我以前在法國吃的那一種 就是它是 效果它是一盒圓形的 打開的話 像披薩的樣子 是三角形 三角形 然後又有點像 鋁箔的包裝紙包裝的 那他們才有出之後 就是直接沾的 沾餅乾的 因為我以前在法國的時候 也是像這種口味 然後它是 就濃成三角形的 打開直接吃 哦 對啊 很多飯店都會有這個 對 可以把它抹在那個麵包上面 很好吃喔 這個很讚 我超愛吃這個 這個 我覺得它特價買真的是很划算 所以我們應該再去買 咬這幾天要再去沖一裹 嗯 就是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小朋友也很愛吃 看到 對它後面就有寫啦 它後面也就是 酵牛乳酪沾醬 加餅乾 這個讚 沒吃 還沒慢慢吃 再來 特別的來了 台中 台東 台灣的零食 嗯 池上的米餅 對 它這個口味很特別 它的口味都很特別 咖哩薑黃 椒鹽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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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款 然後這個是 台灣的零食米餅 然後在台東買的 好 我來吃給大家看 看它的口味 因為 這個口味蠻特別的 要蘸是不是 我們先吃咖哩薑黃 好 來蘸一下 好 好 有了 好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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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放嘴巴 有沒有 好 對 來沾 自己沾自己沾 好沾 你以為它自己沾 你以為它自己沾 它餅乾拿過來 用手指摳它 噢它的那個咖哩粉的味道很重 自己沾自己沾 有沒有 其實它就是米餅阿 米餅然後呢 就是以前我們 就最常吃到的是雪餅嘛 有沒有 日本的話是雪餅 它上面有一層甜甜的 但是它跟日本的那種米餅口感 比較不一樣 這個比較 呃 沒有那麼硬阿 嗯 它其實很長很像鮮貝 對 對不對 那我覺得還ok 它是 我覺得它就是吃咖哩粉 咖哩粉 然後加上鮮貝甜 一點點甜甜的味道 嗯 非常 打咖哩粉抹在上面 對 這個整個味道 蠻 蠻特別 這個我還ok 我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 再來 椒鹽口味的米餅 這就特別了 它不是鮮貝喔 剛剛那個看起來是鮮貝 這是雪餅喔 雪餅的椒鹽口味 怎麼那麼有才可以想出這麼特別的口味 來 噢 就是雪餅 裡面涝比較多 它會有 它很特別是它會有鹹鹹甜甜 對 雪餅的話 它的 白色這個地方 是甜的 在它的 上面有沒有仔細看 它有那個黑色的部分 意思就是說 如果 你覺得台東買太麻煩了 你就去商店買個雪餅 撒上胡椒鹽 就是這個口味 真的啊 一模一樣 可以試試看喔 我覺得就是這個 撒上椒鹽 我覺得這個還ok 完全 我覺得我 我不會買它 那你吃金牛角就好啦 我沒有 我吃起司來配我的紅酒 我個人最愛還是這一道零食 然後我覺得那個大哥是真的好吃 連我這種不愛吃那個芥末 我覺得它很香 而且它那個花生啊 有些吃下去那個花生 你會覺得裡面軟軟不脆 它很脆 它有很多種口味 你可以買像什麼雞汁啊 或者有一些辣的口味啊 它有非常多的口味 好啦 今天的零食就介紹這邊 國際零食 掰掰 小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